现在航运夜市迎来了小旺季楼 长荣海运手握满满的现金 宣布砸下47亿 跟长荣国际来买下 位于桃园南侃地区的总部大楼 而长荣的总经理谢慧全 他认为说只要这个恶乌战争结束 货量的需求就会迎来更大的反弹 装着货柜驶入港口 长荣海运这两年获利大爆充 累计盈余超过5000亿元 决定砸钱买楼 近身有窝一足 砸下47亿跟长荣国际 买下位于桃园南侃地区 海运大楼及企业大楼 也代表长荣海运手上现金满满 传出今年年中上看60个月 30号即将揭晓 而近期航运业更是迎来年前拉货潮 亚洲到北美货量回归满载 各大航商甚至要加征 1000块美元以上的旺季附加费 捡起来看的话 他们的本益比还算不错 所以这一波的上涨有点是像偏向在作账 但整体来看货柜它还是要跟着所谓的产业的景气 最快的话我认为要至少要到明年的第三季才会 忘记报道再加上作账行情 上市航运类股近一周涨了2.2% 航海王们纷纷回归 像是偏好航运股的中环 22号卖掉2120张长绒 就轻轻松松入贷1136万元 但是小散户们还是以套牢居多 现在目前只剩长绒 就等它慢慢上来 在100以内有买过 只是很快就把它卖掉了 刚刚后来也没有再上去了 对啊 就一直在跌 所以就不会再买了 小股民们先驾驾 长绒总座协会权 则是用七言诗形容航运景气 虽然展望偏向保守 但也给希望 说只要恶物战争结束 货量需求就会反弹 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来咯 快点扫QR Code加入 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 最及时的盘中资讯 最权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盘后交战